你有没有发现国产剧女主的友情不正常 从名思到暗表 看似进步了 实际由门往后了 大家好 我是飘飘 今天就来聊聊 为什么有些影视作品老拍不好女性友谊 影视作品里的女性友谊有哪些怪现象呢 第一 虽然我们是姐妹 但矛盾冲突还是男本位 细数近几年的女性群像剧 女主自立是因为被前男友骗了 女主自强是因为被男人抛弃了 女主和闺蜜思差是因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我就感觉吧 虽然那个男人退圈了 但他的思想和他的阴影 还在国产影视的上空飘荡 你看啊 姐妹感情好的时候 我们说好不分离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结果每次矛盾冲突都是因为男人 甚至不惜一起发烂发愁 开始发烂发愁 国产剧女性友谊第二点不正常的 是虚假的女性互助 以前女主的友情是互扯头花 后来女主的友情是全靠我给你钱花 在女主最困难的时候 总有一个霸道闺蜜 出面帮她摆平一切 这些闺蜜呢 要么有钱 动不动就要养女主一辈子 要么有钱 动不动就一个电话打给自己的人脉网 老李二帮我查个人 在侵犯隐私的罚网边缘游走 把有钱闺蜜性转一下 就是一个性转版霸道总裁 每着男员里网络单眼的尤珊珊 就是这样一个女霸总 吃饭她全部买单 和姐妹合伙开餐厅 三百万的成本 她一个人出七成 还包下运营费 她说这话的口气 好像投资市中心的餐厅 就跟你安个一键三连一样容易 安排 面对观众的质疑 编剧回应 这就是她身边真实的生活圈子 你可以不喜欢 但请不要说这部剧不接地气 我也想对这位编剧说 重点是接不接地气吗 重点是难看且悬浮 总结一下这类影视里的姐妹情 虽然她俩是姐妹 解决困难 全靠金本位 这两项加起来三百万 你们仨一共出九十 其他的我全出 电视剧版《流经岁月》 朱索索和蒋南孙 虽然设定是家境悬殊 但两人表现的根本不像有这层差别 穿着大牌一起喝咖啡逛街 田则田矣 悬浮事真 艺书的原著是怎么塑造这种友情的 书中朱索索和蒋南孙是高中同学 毕业后一个去工作 一个继续读书 分隔一年后再见面 朱索索穿着打扮的变化 让蒋南孙明显感受到两人的隔阂 朱索索成为空姐后 穿着后背镂空的裙子 香水钻的丝袜 九公分的高跟鞋 南孙觉得他俩竟再无相同之处 面对南孙心理上的陌生 索索像是懂得读心术 说道 我仍然留着长发 南孙变回 我也是 两句话化解了两人的距离感 蒋南孙和朱索索之间 有微妙的比较 有细腻的观察 和对双方家境悬殊 适度的迟钝 有了这些心理过程 两人的友谊 才显得更加真实可贵 那么国产影视里 有没有好的女性友谊 有 很多人都会提名 甄嬛和沈梅庄 这里我指标一个 感触最深的小细节 华妃陷害梅庄后 甄嬛因为要下盘大旗 劝皇上给华妃复位 导致梅庄误会她 闹了脾气 没想到甄嬛被皇上 关到了蓬莱州 梅庄虽然嘴硬 还是心软的 给她准备了秋衣 这个细节好就好在 只有多年的闺蜜 才会有这种 近乎亲情的表达 就是我虽然不理解你 甚至生气你的一些决定 但不影响 我对你的关心 严格来说 甄嬛和梅庄不算情敌 那有没有打破情敌 刻板印象的姐妹情吗 有 《爱情神话》里 马依丽演的李小姐 和霓虹姐演的Gloria 虽然是情敌关系 却并没有所谓的 争风吃醋 两人在餐桌上 为了宣示主权 用言语展开了激烈厮杀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 彼此的相似之处 两人望向彼此的眼神 逐渐多了几番欣赏 还成为了朋友 一块吐槽影视剧里的 刻板印象 只有男主受伤的世界 达成了 当时《爱情神话》的 根治徐征 难以理解这个情节 眼里小姐的马依丽 却告诉她 我们对男主的好感 才不影响我们的心心相惜 那么有没有不为爱情纠缠 依然好看的姐妹情呢 有 《剧晚风生》里的 顾小梦和李明玉 龙川大作 设下鸿门宴 想在今生火 白小年 顾小梦 李明玉中找出老鬼 她向李明玉敬酒 李明玉婉拒了 再说 酒精会麻痹自己的大脑 而大脑是她的生命 龙川说 女人应该当供人欣赏的玫瑰 玫瑰的本分 就是点缀爱情 李明玉则反击 请以战士的尊重对她 而不是视作美丽的皮囊 龙川震怒 顾小梦出来结尾 帮李明玉喝下来这杯酒 一个理性坚韧 一个鸡鸣洒脱 顾小梦和李明玉 不是一强一弱 而是交相辉印 虽然但是 我真的要说 顾小梦和李明玉 比很多BG甜蟲好嗑多了 有同感的弹幕扣个一 尽管两人有争吵 李明玉还是和顾小梦 一起庆祝25岁生日 双方彼此心知 在球装是生死一线 却还是潇洒地跳上餐桌 翩翩起舞 李明玉为小梦弹了一首钢琴曲 歌词是徐志摩的偶然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在我看来 这才是高浓度和高烈度的友情 顾小梦和李明玉 在智力上互不服输 彼此要强 在情感上又相互理解 心系彼此 我希望 以后的每一年生日 玉姐都可以陪我一起过 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好的女性友谊 摩天大楼里 叶美丽和钟杰素媚平生 却执意为她沉渊昭雪 找回真相 青蛇里 青蛇明白了人间情爱 和白蛇一同水漫金山 生死与共 刀马蛋里 身为军官女儿的曹云 可以和贪财的歌女 西班班主的女儿 成为莫逆之交 她们像一株株双生花 互为镜像 舒婷的志向树 说的虽是爱情 用在她们的友情上 却也恰如其分 我始终认为 这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健康的关系 绝不像攀原的灵霄花 而是作为树的形象 站在一起 根井卧在地下 叶相处在云里 谁也不服输地往天空生长 共同分担物碍 红尼 我是泡泡 如果你想看更多 对娱乐影视人物的分析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